我介绍一下行义拳三敌式的练法 三敌式是行义拳最基本的练功的要点 可以说是重重之重 像历代的行义拳大师们都对此非常强调 像顾仁深他就说过 万行不离三敌式 三敌式既然是重点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的细节和它的关键这样抓住 现在有我的学生跟大家演示一下 三敌式的概念是中国可以说是传统的那种观点 它能够两种概念 一个是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就是三 三个数字三 广义就是多的意思 所以三并不是单独的三 可能多的更多的含义 但行义拳里面 它的三敌式以三为一单位 然后弱单的三 可不可以为单位有这么一组 所以才能够三敌式 首先我们从头来说 三敌式的头要摆回上底 下河回收 然后目光前世 目光前世要看食指和拇指之间 或者呼口部位 这个说法不一样 有人说是食指 有人说是拇指 但一般来说 原本来说就是食指和拇指的呼口部位 然后呢 这个手型要什么娃龙 娃龙把要封开 要碰上劲 肩要下沉 肘要下翠 胸要空 背要圆 领步一定要挺 要挺受劲 吸衣拳非常注意 要挺上劲 然后呢 后手要下岸 后掌分的位置 可以贴到肚脐就可以了 行衣拳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个前小臂 大家要注意 放下这个方向 前小臂 在坠手的同时 掌在帮里抠 这样的鞋耳背 进行凝转之地 其实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为什么要去坠手 坠手的部位 是拧这个位置 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回来 松肩颤 松肩原位 命门要外窗 然后呢 上身略微前行 这个行衣拳的 这个上身要求是重要的 他并不是说 这个下不是错的 他上身略微前行 而且命门要外窗 这个画呢 要往里抠 画要高度上进 特别是前画 前画一定要高度上进 膝盖前顶 脚尖冲前 用脚尖冲前 脚尖冲前 后膝盖 让我离一扣 后脚尖也让我离一扣 这个脚一般说 四十五度脚 六十五度脚最大 不要倒个六十五度脚 一般四十五度脚 然后呢 他这个三点是分三个夹子 分高夹子 中夹子 低夹子 他现在站的算是 算是中夹子 不是第一线 所以 这算是低下 这算是高夹子 这算是高夹子 所以三肩相对 足一肩 手肩 足肩 三肩相对 并不是说 这是 他除了一个面 并不是说 这要相对 而且这要离一扣 手 前手要高不过肩 低不过胸 对 这弯一下 前小臂要和地面积分平行 然后您平一下 你能备出那个方向 对 对 所以这个后背 要 要棚定这样 要拧门外舱 对 再回来 对 这个两脚肩距离 可以是以肩等宽 或者略宽于肩 不要太宽 但如果高肩地下肢 可以宽一些 肩和跨 不能在一个平面上 要拧 肩要前凝一些 对 身体是很螺旋状 在行前很多螺旋 前臂螺旋 腰挂了 腰和肩子螺旋 这个 这腿呢 腿是膝盖往前顶 然后后肩往前顶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臀的肩外面翻 也是一种螺旋筋 然后呢 舌体上拨 然后一面针 这个座位就可以 不要放一面方法 没有必要放 从三点事来说 它有多种练法 这是一个出入门练法 练正架阶段 先来在这个基本上呢 在活架 再把这个功夫练 练高一点 再加很 要加很会细节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 计划这种初级的练法 还有一个关键地方 在任何的 在任何的座位 CG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有实际 保证一定的时间长度 不要 没有一分钟 就换另外一个姿势 叫导师 一定的时间长度之后 再换另一方面 在另外一边 不要马上就换 然后呢 换完之后 然后收拾 对 吸气 呼吸 然后两一手 下分 对 放一两个体色 好 今天就介绍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